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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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這是一個指點系統 所以這個系統裡面有好幾個指點 那我們這個問題裡面有兩個指點 A跟B 我就很快帶一下 那你已經知道說它這個執心在這個地方 執心在這個地方 它告訴你說它知道時間等於0的時候 執心有一個速度 然後它的位置在哪裡也告訴你們 然後它們的質量也告訴你們 然後這裡會有一個旋轉的角速度 Omega 等於10個radient per second 那他說當我們把這中間的連桿剪斷的時候 那這個當然又會飛出去 我們講大概應該可以知道 這個內力不見了以後它這個系統會改變 改變以後就在這個狀態2的時候 A跑到這個地方 V跑到這個地方 那他說A速度是垂直的 然後B會這裡 這個斜度打下來 會在這個B的距離它也告訴你們 那A是這個距離它要少 所以他問你說 那可不可以幫我們算一下 這個系統原來的狀態 A的速度是多少 B的速度是多少 就是A的第一個狀態點是0 就是代表初始的那個時間點 初始的速度是多少 B初始的速度是多少 然後告訴你說要找一下這個距離是多少 記得這個問題 我們解動力學的問題 不是都有一個叫做 就假設像我們這一張是那個 後面這裡是動量充量原理的嗎 或能量守恒 那動量充量 裡面我們不是有講到線充量跟線動量的嗎 也講到角動量跟角充量 有嗎 有L跟H的嗎 L是線動量 H是什麼 角動量 那什麼時候用角動量 什麼時候用線動量 你記得一個大原則 線動量 基本上跟速度有關對不對 跟位置有沒有關 因為你在方程式裡面就只有什麼 MV嘛 就等於質量跟速度而已 跟其他的位置有沒有關 沒有 所以你的問題裡面 你覺得不可能用線動量去找什麼位置 那個是不可能的 因為位置根本不會在方程式裡面出現 對吧 那角動量會不會 因為角動量是動量在乘上那個利弊 那個利弊裡面 是不是有位置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你的方程式裡面 就會有位置東西跑出來 所以你如果這個問題要解的時候 要解到有位置的東西 跟位置有關的 可能就用到什麼 角動量 你記得這個大原則就好 那你就知道說什麼樣的問題 你應該怎麼去解他 好那我們就知道這個 這個沒有外力嘛 這沒有外力 你就一定知道沒有外力的系統 一定可以用什麼去解 線動量 角動量 這些東西去解 所以我們就想辦法來解 但是 因為這裡牽涉到 有好多個指點 所以這指點我們講說 在描述他的運動的時候 我們是用直心的 還有相對直心的這些速度 去做描述 所以首先我們大家知道 很容易找直心在這個位置 大概沒什麼問題 因為這個是兩倍這個的重量 所以它這個直心應該是 這邊是2這邊是1的這個地方 對吧 好 所以我們就先這樣子在想 在這個狀態 初始的狀態的時候 這裡會有個相對 就是A的初始的速度 應該等於直心的速度 加上A對直心的速度 對吧 VA是不是等於VG 加上VA對G 對吧 這是我們講的相對速度的概念 好 那VG就是直心初始的時候 它已經告訴你 這是V0嘛 題目告訴你它是V0 那這兩個相對速度就是旋轉 兩個點之間的相對速度 只能旋轉 不能長度變長變短 所以它的我們講的兩個 這個相對速度 也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半徑方向 一個是切線方向 那這個如果是連在一起 它半徑長度方向是不能變的 所以它的速度只能在切線方向 切線方向就是旋轉 所以旋轉這個等於Rω 對吧 切線速度的計算不止 Rω 它用項鍊的方式來表示 就是Rxω 好不好 所以Rxω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就看A點相對於 重心這個地方的R是0 可以算吧 這個距離不是200嗎 那現在這個角度不知道 所以我們先把它這個角度加上去吃一道 所以這個就是0.2 這個0.2 sin寫了是這個方向 0.2cos寫了是這個方向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R寫出來 那這個xω0 我們看零題目上告訴你 剛開始的時候 初始速度是 角速度是10個rpm 它已經知道了 所以這個等一下我們帶進去 相對於V點 這一樣吧 V點的這個速度 可以等於直心的速度 加上V對直心的速度 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個加上這個R現在就變成這個 這個就是直心是你的作為它的遠點吧 V在這裡 所以R是不是這個方向 所以它的這個 這個是負的 這個是負的 可以嗎 K是方向是 我們這個面上是xy方向 所以K方向是這個 所以題目告訴我們說 它有一個這個角速度是這樣轉 好不好 K 就是假設 如果這個應該是乙枝的 它可以告訴你各個方向 好 那我們就把它當成是這個 所以這個ω0就是K 是這個 好 所以 我們就可以 我們把乙枝的東西帶進來 題目告訴我們 初始的時候 這個 初始的時候 A是在垂直方向 所以它告訴我 這個A的速度 是不是只有J方向這邊量 就是這樣 題目講的 所以我們只有這個J方向 所以我們把這個式子裡面 把它展開 這個是等於J方向 大小不知道 它是我知道方向 那這邊 初始的速度 題目給的 直心的速度 這個R知道 ω題目也告訴我是10 所以我把它乘開以後 我就得到這個式子 這個向量式子有I 左右兩邊相等 J左右兩邊相等 所以I 這邊的左右 左邊這邊是I等於0 所以我就得到一個0的公式 然後右邊這個要跟這個相等 所以我得到兩個方程式 這兩個方程式可以解兩個位置數 一個把C打解出來 一個把Va0 這個也可以解出來 我想這個沒有問題了 所以Va0 我們就解出來這個數字 好 好 那帶 解到這個以後 那我們就C打已經有了 所以我們就帶到V的這個式子裡面 可以找到V的初始的速度 那我們向量的表示 我們一直導致跟大家講的 就是說 向量你可以寫I J的分量 是一種表達的方式 對吧 另外一種表達方式是什麼 不一定是R跟Om 就是你可以 一個向量就是 就是你以前學過一個向量就是有大小跟方向 對吧 所以剛剛講的 用I跟J 其實告訴你的是分量 對吧 這是一種表達的方式 另外一種表達方式 就告訴你大小跟方向就好 OK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應該可以對立吧 這個是I是3.6 然後J是2.24 你寫這個也OK 這個告訴你這個向量的大小 那如果我們給的是方向的話 大小的方向 這4.24怎麼來的 就是他的平方加上他的平方開根號 就是他吧 那這個角度怎麼來的 Arc Engine 這個除以這個 OK 可以嗎 這是我們向量表達的方式而已 OK 好 所以解決第一個問題了 好 第二個問題要解的是什麼 剛剛 他問的是這個距離的嗎 老師你講 剛剛講說你要解距離的時候 要用到什麼力學原理 腳動量 你就記得腳動量 所以想辦法去算腳動量 那腳動量就告訴我們說 在 系統剛開始的腳動量 要等於系統 第二個狀態的腳動量 對吧 所以你想辦法去寫腳動量 那這是一個指點系統 所以 我們就跟著 以前講的 這個指點系統的腳動量 你可以用直心的腳動量 再加上每一個指點相對於直心的腳動量 對吧 我們以前有講過這個做法 所以我們就看 現在我們在這裡 這是在剪斷這個連桿以前 它是這個 所以先腳 轉它初始的腳動量 我們先 轉 算這個兩個對直心的腳動量 所以初始的狀態下 系統對G點 G點就是我們的直心的腳動量 那這個腳動量 就等於各位看 這個是相對速度 是A的這個質量乘上相對支點的速度 對嗎 乘上這個例B MG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距離 好 這個是A的 這個是B的 向量應該沒問題了 我們剛剛已經寫出來了 這個距離 因為速度 相對的速度 只有在哪個方向 這兩個點 A跟B 如果相對G點的速度 還沒有剪斷以前 他們的相對速度 只能在哪個方向 剛好真的不是講嗎 這個是剛 一個連起來的東西 它在相對速度 這個方向不會有 相對速度 只有在垂直連線的方向 才能有 對吧 所以它的那個 相對速度 Omega cross R 對吧 R Omega 還記得嗎 這個點 相對G點 他們已經是連在一起 對嗎 所以他們之間 可不可以 這個方向有相對速度 不可以 因為它連在一起 這長度不會變長的嘛 所以他們只能有 相對速度是 它在這個方向 因為速度 在一個平面上 只有兩個方向的分量 對嗎 一個方向如果沒有分量 那剩下的分量 一定在那個方向而已 所以就是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的相對速度 就是等於R Omega 剛剛不在算嗎 對嗎 所以這個R是它嘛 Omega就是它旋轉的角速度 旋轉的角速度 是10 OK 所以這裡 它這裡是速度 相對的速度 就等於0.2乘上10 然後這個質量是3公斤 對不起 3公斤 它這個力弊長是0.2 所以這個角動量就等於更大 因為它是這樣旋轉 所以角動量在K方向 好不好 所以就等於直接寫這個 所以這個是B的 這是A的 好 另外一個是直心 直心是有一個角動量 直心的角動量 就等於直心的速度 乘上總質量 這是限動量 再乘上利弊 對嗎 這是直心的 所以這個是 你看 這個是總質量是3加1.5 它的直心的速度 題目告訴我們 我們初始的時候速度是這麼大 對吧 然後R 在剛開始的時候 直心在這裡 我們的坐標員也不在這裡 它距離是0.2 所以這個是0 2 2 這個2J 所以是R 這個速度 那原來這個 上面相對於它的 就是這個 我把它加回來 總系統對 這個 剛開始對歐點的 總共的角動量 是不是等於直心的角動量 加上所有直點 相對直心的角動量 所以這個是它 這個是上面算出來 我們要加起來 總共是它 這麼大 當它減斷以後 就分散掉了 分散掉以後 因為那個是內力 那個感見的力量是內力 所以它角動量還是首分 所以我們就算第二個狀態點的時候 攪動量 已經分掉以後 這個就看上面那個圖了 這個A跑到這裡來 B跑到這裡來 所以我們算第二個狀態之後 這個直點跟這個直點對O點的攪動量 可以算吧 應該是它的質量 A的質量乘上A的速度 它的力幣是多少 是不是A B的速度乘上這個的力幣 這個力幣當然你可以怎麼算 你可以把它分解成兩個方向 然後去做 這個距離B是已知的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下面這一頁 就是A的乘上A點的動量 B的乘上B點的這個動量 所以我們把這些結果帶進來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公式是在這裡 這個是第二個狀態點的時候的 整個系統對O點的攪動量 上面這個是什麼 上面這個系統被剪斷 剪開以前 整個系統對O點的攪動量 攪動量要守恆嘛 所以這個要等於它 這兩個箱等以後 我們就得到一個公式 我們就可以找這個A找出來 OK 所以記得這個大原則器 它就是細節 你只要去抓到這個大原則 要把這個 該要算攪動量 要算什麼 把它丟進去算一算 應該就可以找到你的拿 想想看 你有沒有玩過那個 叫那個什麼 沙漏 沙漏 有玩過沙漏嗎 沙漏不是在計時的嗎 那沙漏整個是質量不是 應該會有兩個 好會有兩個 一樣質量一樣大 我放在天坪上 是不是兩邊要平衡 那你覺得如果我把其中一個 把它倒過來 那這裡走到兩邊 會有差異嗎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